好 現在 要為大家介紹如何知道下雪的 並且有景深 有暗角的一個 場景 你看到我做出來的結果 這是暈暗角 這是下雪的圖樣 這在Photoshop預設的樣式你就可以找到 怎麼做呢 首先新增一個圖層 按Shift F 填滿 黑色 按確定 好了以後 你叫做這個 樣式的這個工具列 在視窗 圖層構圖下面的樣式 這裡有一個 符號 方塊 是下雪 你點一下 就看到 有這樣的圖案覆蓋 然後呢 轉為智慧型物件 我做錯了 我做錯了 應該是 先將這個圖層轉為智慧型運件 之後 點 下雪 方塊 因為我們要上遮遮片嘛 所以先把它做成智慧型物件 方便修改 再來到 套用的效果 下面 點兩下 我們看到 紅色選項 這邊不改 來到 圖樣覆蓋 這邊是一個 雪景的一個小 Pattern 點圖樣覆蓋 點圖樣覆蓋 縮放這邊 這邊看起來是 都是一塊塊Pattern疊起來的 可是我把它放大 放大看起來就像下雪的 落雪一樣 綠色的地方不透明 也改大 到100 這樣就好了 按確定 之後 改為 柔光 畫改著光 可是臉部 臉部的地方 因為 有雪景覆蓋的 圖樣 所以看不清楚 加一個折射片 再使用筆刷工具 將前景改為黑色 不透明度50 流量也50 這樣子可以做 比較細微的修改 稍微塗個幾次 外面頭髮部分也塗起來 看到 塗膜的效果 不要完全塗到沒有雪景的樣子 之後呢 對這個 折射片做 動態模 這是下雪的方向大概是45度 所以角度也是 扣45 按確定 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 就有一些 折射片三 就有一些動感 之後 新增一個圖層 我Shift F 這是填滿白色 這是填滿白色 按確定 來 一樣 轉為智慧型物件 轉為智慧型物件 濾鏡 我用鏡頭矯正 製造 邊緣 暗角的情況 按制定 运印 往左 往左邊邊按 中點的地方也要靠左 大概 25毫安 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 人的臉 剛好 按確定 這好了以後 因為是填滿白色 我們因為是填滿白色 所以 不是 改成柔光 改成柔光的話 整體會變 照片就變亮 所以這個塗層環模式要改為色彩增值 你就可以看到邊角邊按的效果 如果 如果你覺得 人像的部分 也稍微的變得有點 過暗的話 也使用遮遮片 一樣 用 黑色筆刷 塗抹 稍微的塗抹 一樣 動態模糊 45度 按確定 OK 這樣就 完成了 我們這個 雪景 動態雪景 有景深 也有 邊緣按角 的一個構圖 群組這個圖層 按住 Ctrl shift Ctrl shift 群組他 比對上個群組 效果 這是差不多的 當然如果不喜歡 邊緣過暗的情況太嚴重 我們一樣調整透明度做改善 好 像介紹到這邊 希望你會喜歡